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其实在2018年的最后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检卡排行榜的时候 其实没有特别去讲到说 COCO卡它其实2019年的权益怎么样 对 那我现在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说 这个COCO卡它其实还是有两个优点 就是如果你目前已经打算要检卡的话 也许这两个优点您可以拿下来使用 那就不见了解 或者是说呢 您现在还在考虑不要办这张卡片的 你也可以考虑说 这两个是不是你需要的 有需要你就可以把它下来办这样子 把它办下来使用 第一个话就是说 它这个指定交通的部分有5%回馈 虽然说它还是要把新增消费5000块 但是呢 它这个会记录你的新增消费 也就是说当你台铁高铁或者是Uber 或者是这个什么 台湾大车队或者是WIMO的这个Scooter 这个租机车的这个活 这个通路 你每个月确定可以刷到5000块钱的话 那你倒是可以把它留着继续使用 因为这5000块钱 也算在它的新增消费里面 那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把握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用 对 如果你是就是常常搭高铁啊什么的 这个5%倒是不错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捷运的部分 捷运公车 你如果使用iCash功能来做扣款搭乘的话 每个月有超过20次 那你就可以多达到15000点的Open Port元数 大概就是多少钱 50块钱 所以国泰市网他会出这一招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希望能够把大家就是把这张卡片保留 然后并且把它当做是你常用的信用卡放在皮夹里面 所以他只会加这个这个大概20次 这20次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你一个礼拜去公司5次嘛 那你一个月的话就是4个礼拜 所以刚好20次都可以用到 那你就可以多拿这15000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大家可以在就是把握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个优惠 或者是你常用得到的话 这倒是可以把它就是留下来使用 这是最近发现的不错的好康 大家可以就是把握一下